我會旅行帶來的消息 我會成熟出生成天氣 遠方煙火越來越唏噓 你是身頭身後的距離 那這一次我們的跨點其實有非常多的亮點 昨天我也看到台北101也公布了這一次跨點煙火 他們特別規劃的主題是彩色世界 Colorful World 而他們是用日本彩色的煙火 聽說會有300秒的時間非常的精彩 那另外我們規劃在這一次我們的跨年演唱會 卡斯最堅強 大家看到我們高五人會參與 然後另外也有包括 還有徐家儀 維尼安 還有Mazda 還有當然開場的同志831 還有開場的健康序幕 所以我想這麼多大家喜愛的歌手 一起去台北 我們非常感謝也非常的期待 另外很特別我們這一次有別於過 我們除了在市府廣場前的主舞台 我們還規劃了多元舞台 也就是有另外四個地區 我們有包括在幾星公園 我們有非常抒情的文歌 還有在我們市府東南側 網場我們這邊規劃的是叫做 Silent Disco 就是靜音的清電音 然後可以帶著耳機 然後跟著音樂來運動 另外在中信網場 我們會有好像是這個清壞的這個 古典奇異樂 我們有環學樂團的古典樂樂 所以總統這些我想都可以邀請好朋友一起 還有東區商圈那邊我們規劃 就是搖滾西洋搖滾 所以這個這一次的跨年 我們特別把規模再次升級 那當然看完煙火以後 緊接著我們迎來2024的開始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到告五人 我的偶像 他們前來特別為台北規劃 克制的一首打造的表演內容 另外當然 告五人為什麼說偶像 因為我今天早上出門 從太太這邊說 要跟告五人講 因為你們成長是在宜蘭 好看的是在宜蘭 宜蘭女婿 她聽說你們是宜中畢業的是不是 所以她 要不說 當下要喜歡這個告五人 我也很喜歡 對你們經典歌曲 後來是愛人做過 在這座城市儀式任務 披心戴躍的小夢 對 後來KTV等我再點 當然 我是真的歌迷喔 我會不信戴著小夢 我會成功出現成天氣 遠方煙火越來越唏噓 你是身頭身後的距離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高иров 非常熱愛 幫我們台北況年掀起一波高潮 我想最後也謝謝TVSM團隊 然後我們相信今年的台語畫 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歡迎所有好朋友都可以 齊去旅行 在台北 我迎接2024的第一課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